主料,鸡蛋9个,黄油300克,奶粉90克,鸡脂粉30克,牛奶150克,土量,粉砂糖600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首先来个食材原料,大集合,哦,我个人比较贪心哈,这个饭量是原配方的三倍,想着做了不用又做,就一次做了这么多的量了,如果怕麻烦, 把这个配方里面的全部份量除以三就可以了,把鸡蛋打散放入盆里,黄油水温软化后,用电动打蛋器打发,三次加入糖,用电动打蛋器拌匀,全部糖加完后,奶黄酱成了一半,分次加入牛奶,用电动打蛋器搅拌均匀,蛋液打散后,也分次加入奶黄糊中,这是蛋液全部加入后,搅拌好的蛋黄糊, 把奶粉或筛加入配方里的即食粉我没有,只放了奶粉,即食粉据说是增加奶黄酱的颜色,为了好看,搅拌均匀后,隔水放锅里蒸,蒸时每十分钟搅拌一次,我搅拌了五次,中间拿出来,我用电动打蛋器搅拌了五分钟, 全部时间用了一个多小时,每次搅拌完后,如果继续蒸,直到最后全部蒸熟放凉即可,放冷藏只能两三天,如果超过这个时间的,要速冻,烹饪技巧,这个奶黄酱的制作,搅拌的过程,我全部都是用电动打蛋器, 包括后面蒸的时候,每十分钟要搅拌一次,我也是用电动打蛋器代劳,特别是为我做的这个量很大,到最后蒸熟,我是晃动容器看淡黄酱的流动状态,如果轻轻晃动的时候,淡黄酱的中间不会流动,那就是可以啦, 这个配方放两厨一三做的话,蒸四十分钟左右就行了,不要多的话就要揪一些,做出来的是真的很好吃呀,可以做面包,也可以做月饼,也可以用来做酥饼,啥都行,做的过程还是蛮简单的,重点在蒸的那块,一定要每十分钟拿出来搅拌一次,不然会结块,就做不到奶黄酱的软,滑啦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